不要尝试地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善良的人 你说你不想伤害他 你不爱他却跟他在一起享受了他对你的全心全意 这不叫害了他吗 你和你的前女友复合应该不是一句话的事情 应该有一段时间 就意味着你在两个女人之间徘徊 这不算是伤害他吗 还有 如果你的前女友不找你复合 你打算不明不白地跟你的现任女友生活多久呢 所以说你就是个害人精 两个女人都不应该跟你在一起 你应该至少在自己一个人 好好的冷静数年时间 好 谢谢 谢谢三位老师 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精彩的人生智慧